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芝 開始自在人生大學堂 今天我身邊有這位嘉賓 就是香港電影資料館顧問何思榮 Sam 你好 今天我們講這個話題 剛才跟你聊天 好像跟我們現況有些關係 如果我們講電影 在今年對香港人來說很重要 因為大家經常留在家裡 進不了戲院看電影 很短時間有關 去都不能看多少部 但在家裡看的就很多 人們說網上平台真的發達 有些電影在城市上不能上話 直接上那個平台 都可以賣到錢 變成大家好像建立了一個新的習慣 就是在家裡選擇有什麼好戲先看 都有助推動電影業 某種程度 我覺得很有趣 例如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講文化 生活文化和電影 生活文化和宗教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提到 很多年前已經提到過 電影其實有某種宗教作用 大家一起去戲院那裡看 好像上教堂 或者去廟那裡拜 是有儀式化的行為 也是 但是如果現在這樣 不去教堂 好像不去廟那裡 比如我們可以看到西方 因為疫情的緣故 那些教會不可以坐滿了 要隔開來看 也有些人會在家裡上網 香港很多教會是zoom的 某種程度就是 將那個這個宗教 或者是群體活動 因為宗教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 可以從spiritual 精神上面的角度來看 但另一方面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 人類學的角度來看 宗教一方面就是 人對一些自己不了解的東西 去尋求了解 死是什麼呢 我們死了之後 我們不知道怎樣 於是就會產生出 超自然的信仰 宗教的信仰 某種宗教 你死後就上天堂 或者入地獄 某種宗教 你死後你會輪迴的 你會投胎再造人的 或者做動物的其他東西 都是對一些我們不了解的 不明白的東西 用那種人的方式 去去了解的行為 是的 另外就是那個團體性 儀式性的行為 就是我們定期去念經 或者定期去拜佛 或者定時去念某些經 都是那種人類的集體行為 文化也是這樣 就是文化 我們要從兩個角度來看的 一個角度就是 所有人都share的 都有類似的一種行為 思想 譬如說言語 我們香港人都講廣東話的 集體性的行為 對思維有關的 另一方面 文化又有另外一個含意 就是中間有一個表達 和接收的那個層次 雖然兩個是相關的 都是跟那種大眾行為有關的 但是去到那個 我們講的電影 小說 繪畫等等 就是牽涉了一個表達 和接收的那個程序在裡面 所以我們從電影中看文化 可以從這兩個層次都牽涉 是的 我們一般說電影和文化的關係 很多人都會想到 潮流文化普及文化多些 因為通常我們在香港接觸的電影 一般都是大眾化一些 通常是的話題 大家講起 我又要看這套戲 就不是那麼多說 一些藝術電影 又或者是紀錄片 都不是那麼多時候看到的 但現在多了 譬如電影中心 它有時會放映一些特別的外國的戲 有些喜歡的朋友就會去看 但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看一些大陸的電影 其實從文化之後 第二個含意 就是表達和接收的那個文化含意來講 就有所謂的high art 就是高雅文化 高等文化 精英文化 和普及文化分別的 電影其實可以說是屬於普及文化的 但有趣的電影 這個普及文化的電影 裏面也都有兩個一個 就是高等文化電影 與普及文化電影 高等文化電影就是正如你所提的 藝術電影 所謂art film 然後普及文化電影 都是比較娛樂性強一點 因為電影這件事很特別的 一件事就是 同時是一個商業行為 亦都是一個文化藝術表達性的行為 這兩件事是相負相成 但是亦都有抵觸的 所以其實也是文化 又是去到這個小我與大我 那個議題 就是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就是我個人 譬如說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去看一部電影 但是我和群體的關係 其他個人都不看那部電影 沒有得和人討論 沒有得討論 就是那件事 另一個層次就是 那個個體就是創作者 群體就是觀眾 另外一個個體就是電影工業 群體就是香港 或者是市場 那個市場 又可以說是香港這個市場 華語世界這個市場 全世界的市場 而香港電影就分 歷來都有分三個層次 好像我們上幾課都提過的 香港電影 其實那個觀眾是大過香港的人口 因為所有華語人 然後後來還有鬼佬都看了 西方人 外籍人都喜歡 看我們的李小龍 看我們的成龍等等 東南亞有很多粉絲 香港電影 那種層次 譬如說 好像這個課程 裡面的廣義都有提到 有一個人去了外國 跟一個外國朋友跟我聊天 只是知道李小龍成龍 這個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又是這個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譬如我自己在資料館做節目策劃的時候 我一開始已經跟資料館的人 和觀眾都說的 我希望資料館做到 就是介紹香港電影的樹林 而不是香港電影的幾棵樹木 這幾棵樹木就很明顯了 武俠 功夫 黑幫 你自己也懂得去看 這幾棵樹 但另一方面 那個重要性就是 這些樹木 所以能夠令到非香港人都關心 有它的原因在 有一種特別的東西在裡面 或者那種從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層次 可以某種程度說是 高一點又可以 寬一點又可以 即是你高一點說 因為成就高 所以非香港人都看 寬的那個群體去看 它所表達的東西 是不單止觸動到香港人 也都觸動到香港人 香港意外的人 是啊 是啊 那這幾棵樹 又事實上是有這種高 或者寬一點的功能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我們看我們香港電影 有一種獨特性的時候 也都考慮這件事 不是說我自己就覺得 不要說現在這些 我們現在的電影不是李小龍這些電影 武俠電影 武俠電影又不同了以前的 事實上是 但是我們都要面對 亦都是跟那個 現在的香港的武俠電影 功夫電影 為什麼會和世界會脫節呢 沒有在20年前那麼接到鬼 這件事也是很有趣 那個小我與大我之間 就是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有改變有關 那這個當然也是跟香港這個個體 本身有很大的轉變有關 是啊 因為譬如看韓國那套炸雞特工隊 他們經常向香港電影致敬 那你又會覺得 是啊 來到現在這個年代 韓國的東西這麼流行 他們去怎樣拿我們的東西來表達 或者來發揮呢 就是他們都很喜歡香港電影 那你會見到裡面都有一些黑幫情節 都挺搞笑 那那種搞笑其實跟香港 怎樣去比較 或者有沒有成全的呢 那都很值得研究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 又是個體與群體小我與大我 就是變了那個 香港的電影的東西 擴闊了之後 就令到其他地方的電影 都可以去表達到他們的東西 就是因為那個群體大過香港 韓國的人就看了香港電影 是的 他們現在都拍黑幫片 都拍黑幫片 但是我們的黑幫片其實都是 這個很受西方的黑幫片 警匪片 Gangster Film的影響 譬如說 Godfather教父這套電影 對香港的黑幫片 英雄片 影響非常非常之大 是的 但是反轉 香港拍黑幫片 反轉過來又回去影響西方 是的 我們的無間道又令到西方去 是的 有外國版 是的 有外國版 所以文化的動力和活力 和生命力是非常之強 今天就講一下我們的本地 本土的生活文化 和香港電影的關係 當然是很密切 繼續有Sam和何詩詠在這裡 和我們分析一下 我們不如用一些有宗教意味 在裡面的電影來討論一下 是的 其實香港電影 其實那個宗教意味 歷來不是太重的 是的 最重的主要都是在武俠電影上 譬如說 早期的這個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反而宗教是多的 佛和刀 少林寺武當牌 少林派武當牌 我們現在有趣地 所以在小說裡面 那個高僧 或者是道士 一般來說 武功很高 反而在電影裡面 這東西是比較少的 但它就不是很宗教的 是的 雖然它是有宗教的見面 是的 反而譬如說 譬如說你金融裡面 有個喇嘛僧的 多數是奸的 是的 其實有種族歧視 在裡面 這個也是跟這個時代 金融小說出來的時候 中國文化 香港文化有關 但其實香港電影裡面 歷來都有很多佛教的 不是說很多 但是間歇性都有 而且很重要的 譬如胡金泉的 俠女 英文叫 A touch of Zen 即是蟬 那時候已經用這個字了 是啊 A touch of Zen 是 那就是 妹妹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僑弘做的那個高僧 是 是 出來就處理了這件事 是 接著她拍 譬如她的公山寧語 山中傳奇 都是跟佛教有很大關係的 當然這個又跟這個胡金泉 作為這個作者 她本身就是對宗教 和對歷史 明朝的歷史 這幾個故事都是明朝的背景的故事 就是當時的那個文化 和那個宗教之間的關係 但是 在那個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尤其是六十年代 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出來的那段時間 就是那個佛教那個思想 在香港的社會裏面 和這個華人社會裏面的那種的地位 也都有很大的關係的 就是 接著以後譬如說 到七十年代 就有劉家良拍的少林搭棚大師 很有趣的 就是宗教和基層人物的工人 就是宗教和工人階級 其實已經把這個 一個心靈上的spiritual的東西 和一種很實體的東西 搭棚 是的 很少擺在一起 是的 所以 劉家良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和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就是武夫出身 但是 他都 因為那個武功那樣東西 他 又跟宗教好像能上關係 是的 對劉家良來說 武德這件事很重要的 其實一種武功是很身體性的一些東西 但是武德是一種思想上面 精神上面的東西 就是那種中國文化 東亞文化的那種身體和思想上面的關係 是的 因為武漢有禮樂 射譽書素 是 要文武相傳的 一個文人是文武相傳的 是 一定要射和預的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也是跟香港電影的那個 裡面的宗教文化很有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大隻佬 是啊 是啊 很難得的一部 很佛學的一部港產片 很有趣的 例如廖恩這個和尚 其實在江湖三女俠裡面 有一個廖恩和尚 但是他是奸的 就是那個也都是 在武俠小說裡面 或者中國的那個通俗文化裡面 對宗教的一種很複雜的看法 但是在這套電影裡面 那個廖恩 那個恩果等等 就是報應等等 那樣東西 其實是把這個宗教的層次提升了 是啊 這部電影是很特別的 其實講佛學 講宗教 很多時候 那些年輕人都覺得不關他事 覺得是年長一點的人的追求 但是這套電影 就是不同年齡的人都喜歡看 而覺得很多思考空間 是啊 很難得的 所以杜奇峰 偉嘉輝 這部電影 就是把香港電影都提升得很高 比如那個裡面劉德華 這個做的這個大隻佬角色 他來到香港是做脫衣武藍的 身體的 在佛教裡面身體那個意義 裂盆的時候 那個身體和精神之間的關係 又是一種很有趣很微妙的發展 所以說香港的電影 除了武俠 或者黑幫的電影之外 就不是全部都是娛樂 不用用腦的電影 其實都歷年來都探討很多不同的題材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任何電影 任何文化物 任何創作的東西 其實都不只是娛樂那麼簡單的 就算是最廉價的 甚至可以為最低俗的一種商業作品 其實裡面都牽涉很多思想的 黃晶電影 我們多年來都被很多人看不起 影評人看不起 都批評他粗劣等等 甚至比如五十年代的時候 就是《新馬仔》那些電影 那就是覺得很粗俗 甚至四五十年代有清潔運動的 要清潔這些很粗劣的 很低俗的電影 但他其實本身 我現在自己看《新馬仔》的電影 我現在很喜歡《新馬仔》的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藝術天才來的 他那個表現能力是很強的 他可能逐一點而已 但是他那個 就是將人類的行為 人類的思想 人類的精神 其實在他那個 好似很低俗的表達裡面 是表現了出來的 就是我們隔久一點的時間之後 看回就會覺得 你特別是從生活文化的角度 是很多東西可以吸收得到 如果看回以前我們認為是低俗一些 有些娛樂性 只是娛樂性的電影 原來都有它的意義在裡面 剛才提過我們在香港的電影歷年來 都有出現過佛、道的精神 在裡面 武俠、功夫那些 另外有一種 也要說的是 我小時候很流行看殭屍片 是中式的殭屍 經常覺得很搞笑 笑一下之餘 你又會想想 其實人死後是會怎樣的 什麼時候的人才變殭屍 還有為什麼道士是要驅殭屍和驅鬼的 其實都有很多思考 這個也是香港電影很特別的地方 其實當然這個靈幻這個題材 中國電影一早都有的 但是尤其是在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 就因為迷信的緣故 不准 不准的 於是這方面的發展 香港就發揚光大 是的 這個道教 這個殭屍電影 就更加有趣 道士其實本身都是一個多文化的凝聚 就是茅山道士 又和這個廣東的文化很有關係 但是這個雙西廣屍這件事 其實也是北方的一些東西 我第一堂提到東西 這個南北的磨合 也有東西 因為殭屍片 也都是很受西方的Vampire Film 就是殭屍這件事 甚至就是70年代很流行的那個驅魔人 Exorcist 混在一起 是的 也都將這些混在一起 當然更加有趣的就是 這些殭屍片 除了有靈幻的題材之外 也都有無打的題材 很明顯裡面有很多打鬥的功夫的東西 有喜劇 其實某種程度是三種類型混在一起 這個也是香港80年代黃金期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為什麼香港80年代這麼特別 這麼突出的這件事 就是很成功的 好像譬如這三個類型混在一起 完全不覺得突日的 現在我們又從這個歷史發展來看 就是60年代的武俠小說 武俠電影興旺了 那麼到了70年代功夫電影是李小龍 那麼70年代前半段就是功夫電影大約流行 那麼到了慢慢低落的時候 就有這個功夫喜劇出來了 成龍的蛇形雕首 是 聚拳出來了 那麼又將 就是變了已經是將這個喜劇的元素 和功夫元素合在一起 兩個類型混在一起 嘩 多多80年代再加上靈幻 是 很精彩 即仍然都是有喜劇的特性 是的 都是有喜劇的 很好笑的 是的 這個我覺得這個最大功臣是洪金堡 洪金堡我覺得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個藝術家 是 到現在他都還很努力的 是的 很多創作 很厲害的 但是他八九十年代那些創作很旺盛的 譬如 當時姜思先生他是製作 但是他之前他導演鬼打鬼人嚇人 其實已經將這個靈幻和功夫喜劇 這三個類型合在一起 這個姜思先生其實是鬼打鬼人嚇人的延續 是的 這件事也是先從洪金堡搞起的 是的 他自己本身有一個多才方言 很經典的幾套都 而我最令我覺得欣賞他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個受教育不高的 一個人大家都知道 他在這個粉谷花的 即不是正規學校來的 他平時不是上課的 不像現在的學生 一天上課很多課 之後還去補習 是的 他主要是在練經劇的身手 主要時間在練經劇身手 讀書的知識的時間很少 是少的 但是他就是因為 亦都是因為香港人 中國人 領南人的那種對民間風俗 就是民間故事熟悉 很多歷史上的東西都是透過民間的故事吸收的 你看他譬如這個鬼打鬼人嚇人姜思先生 就是民間風俗那裡融合了出來 再加上就是那個個人的創作性 是將這些民間的東西 將這些不同的類型 然後而且很多不同國家的文化 凝聚在一起出了這些這樣的 道家 道家驅鬼 或者殭屍的電影 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我記得我現在不記得哪一套 我記得當年看過一套 因為殭屍片大為流行 是的很多 有一套 因為殭屍先生就是 你一停止呼吸 殭屍就停了 一聞到你的人 所以在台灣 殭屍先生的戲名叫做 暫時停止呼吸 很有趣的 但我記得看過一套殭屍片 那個 你不需要停 不是停止呼吸 來阻擋那個殭屍 用十字架 是的 之後很多套都是用 洋酸頭和十字架 是的 將這些西方的驅魔物 直接成為我們的殭屍 殭屍更加 我們看殭屍先生 他穿青裝的 很明顯 對中國的歷史 對中國的傳統 一種探討 他是不是得人害怕呢 但他也挺好笑的 亦都讓我們去 亦都娛樂到我們 在我們的娛樂過程裏面 我們是將我們的恐懼 我們的懼怕 我們的懷疑 和我們的喜樂是連在一起的 是的 所以這個是最特別的 我覺得 我們有 怕看恐怖片的人 又不怕看殭屍片 因為你又當看笑片 不會說看完之後 回家又去廁所 有些害怕 又不是 完全不是那種 這個就形成了 香港有一代的特色 但是剛才說起洪金寶 他都拍很多武俠的片 一直到現在 就是葉問那些 都是他有份去設計那些功夫 而他這些戲 很多都是反映生活的 譬如說葉問有講到 那些年代的時候 那些人為什麼要學武 可能為了安全 可能為了找工作 我將來做到師傅 我都可以教徒弟有收入 很多人都很窮 就像現在學琴的人 是的 但是那時候那些人 可能沒有錢交學費 現在就要給很多學費 是的 葉問都會教他們 沒有錢交學費 為了要培育他的徒弟 這些都是長年 都受歡迎的題目 做到現在 大家都喜歡看葉問 其實武俠文化 在中國文化裡面非常非常重要 那一方面 其實當然有這個身體那樣東西 就是武俠文化 武俠小說 武俠電影的主角 都是體力 或者是身體的能力 普通人強的 但他又不是神 他在神與人之間的一種超人 是的 就是這件事 作為一個英雄崇拜是最適合的 就是好像Superman那樣 但另一方面 功夫又牽涉了 斷練 是 毅力 這件事 也有很強的勵志 是 因為要克服 沒錯 而且你不練沒有功夫 你不是吃藥你就可以 是 那件事 還有 剛才七十年代 是流行了一種叫做練功器 也是跟這個 蛇形雕首 聚拳開始 不斷去強調 一個年輕人 也都是年輕文化的一種 年輕人 所以武俠電影功夫段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從這個鍛鍊那裡更加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師徒的關係 是 也是很儒家的一種思想 尊師重度 尊師重度 帶出來的功夫喜劇有趣的一件事 也都是反映到當時的青春文化那件事 他一方面又敬重這個老師 但一方面他一種個人主義很強的 我喜歡玩的 我喜歡玩的 我要偷懶的 還有玩偷懶 也是香港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古古惑惑 小奸小懷 其實功夫喜劇 其實將這種香港人的那種小奸小懷 古惑文化 一方面行為上小奸小懷 但內裡的心靜還是善良的 就是這種這樣的圓形是表達出來的 是的 還有你剛才說武德那件事 一定是滲入了在裡面的 就是無論講師徒關係也好 你真是跟人在對決也好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武德那件事 是的 比如武樂小說 直接有很多規矩 江湖規矩 是的 所以譬如說 你飛鏢打人 飛鏢是暗器 但是他要看鏢 雖然是暗器 但是他還要告訴你 所以譬如說武俠小說裡面 更加注重這件事 如果你打的時候 違背了這個武林規則 你就是奸的 如果你追隨這個規則 就是忠義 就是光明正大 其實就是有一種倫理 也都是儒家倫理 其實是某種法論 所以武俠文化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有江湖這個異味 江湖其實是所謂的 parallel universe 是一個平衡空間 就是跟我們的社會很相似 是的 但他又不是我們的社會 是的 但你平時又好像見不到的存在 是的 江湖 江與湖 就是有水的 是的 那種的異味在 但是他也都是有 江湖也都是人類生存的很重要的一些東西來的 你要用江去travel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你坐一條船 是的 還有呢 就是有水的地方也都會有人聚集的 因為水有某種 比如你釣魚 或者用淡水的魚來灌溉等等 所以也都是跟這個中國的語農立國的那個文化 有很密切的關係 是的 所以這個江湖這件事 好像很抽象 也很實際的 是的 因為江湖裡面有規矩 是 要到處去的 其實就是從創作的角度來講 是一種對現實社會的一種投射 或者一種代表 或者一種象徵 嗯 剛剛講一些武俠片的電影 真的很多 不同年代又有不同的特色 Sam 如果要分析 我想你說的無數個talk 都可以講極講不完 是的 剛才提到的有講過成龍 有講過紅金寶 還有很多很多會拍武俠電影的人 現在近年好像少了 是的 很有趣的 譬如說我們講到成龍 成龍他的成名作之一就是醉拳 第二 就是他整雕手就爆出來的 跟著就是醉拳 醉拳將他更加提升到更加天王巨星的地位 是的 醉拳的角色就是黃飛鴻 而且是少年黃飛鴻 就是一個搞笑的 橫童式的黃飛鴻 是 很有趣的我們看的 黃飛鴻大家都知道有關得興的黃飛鴻 是的 又嚴肅了黃飛鴻 非常非常嚴肅 是的 還有一種尊師中道 師傅那樣東西 另一方面 他也是醫生的行醫的 是 他寶智林是醫人的 那種母與醫 就是防與治 母是防守的 但是醫是醫治的 一個破壞一個healing 一個醫的 那個母者所代表的 黃飛鴻所代表的東西 很有趣的 但是又從這個關得興的 這個很嚴肅的家長式的 這個寶智林 也是一個替代家庭 Zurigate Family 裡面這個家長 這個家長就是師父 是的 然後是阿薩華蘇 梁寬 兒子女兒 之類的 但是到了成龍 就已經是一個頑童 一個少年 一個搞笑的 小姦小壞的 很典型的 廣東古惑仔 是 但是到了90年代 又隨刻又拍了他的 李連傑做的黃飛鴻 又將這個黃飛鴻的神話 又更加提升 是的 就是在這個三個重要階段 當間還有很多的黃飛鴻電影 是的 黃飛鴻電影也是世界上 最長最多片數的一個系列 所以那個神話性作用 對香港人 更加廣義的華語人來講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很有趣的 就是真的到了這幾年 是少了很多 是的 除了葉敏 葉敏更加有趣的 也是從一個真實裡面的神話人物有關的 就是葉敏因為是李小龍和師父 是的 其實更加有趣的一點 就是葉敏成為一個系列電影 一個Franchise 英文所說 其實是從一個藝術電影出來的 因為黃家衛想拍《一代宗師》 拍《葉敏》 是的 是的 但是黃家衛出名的 拍戲是很久的 慢慢慢慢燈的 他燈了幾年都沒有拍《一代宗師》的葉敏電影 於是就八尖了 搶雜 是搶雜 趁這個機會拍《葉敏》電影 可以從類型的角度來講 其實類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在研究電影 我們剛剛提到黑幫片 武俠片 功夫片 在某種程度 功夫片是沒有打電影的裏面的一個 sub drama 次類型 武俠電影 就是刀劍片 又是另一個次類型 這個類型 都是一般來講 有很多人說抄襲的 因為一窩蜂去拍 來做批評 但我個人就 我不會用這樣的角度來看 當然是有抄襲的情況 但問題是 類型其實就是 在抄襲之中產生創意 是的 如果照抄就從一套戲 尤其是八十年代就是這樣 其實一開始 電影一開始 就已經有這件事 因為商業 商業 可以賣 你也要賣才行 不是怎麼繼續拍 但你不可以拍同一套戲 起碼你換個主角 就已經不同了 那條段就更加不同了 所以是中間有創意 現在更加有趣 類型的好處就是 有一種所謂short hand 即是觸寫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類型電影的時候 你已經預先對這個故事有些了解 那個背景知道了 所以你有時講這個故事 你不需要交代這些背景 譬如你有時一個人一出來 你一看這個間的 是的 一看這個鐘的 那你就不需要科不默 或者花一些電影的時間 交片 或者digital data 的時間去交代這些人 所以其實你變了更加有表達其他空間 所以類型就有非常重要的一項 而這個我們看一代宗師 一樣是熱問 但是我們看到的故事裡面 雖然有很多武打的場面 也都拍得非常之好 但是武打是解決不了電影裡面的問題的 大部分的商業性的類型片 比如說警匪片 就是警察贏了匪徒 於是這個解決的方法 就是resolution 或者solution 就是solve the problem 就是問題解決了 解決問題 在武俠電影裡面 或者武打電影裡面 那個暴力功夫是可以解決到問題的 但是一代宗師裡面的暴力 解決不了問題 一代宗師 所以藝術電影 也可以說是一個反類型的類型片 很特別 可以說是一個反武俠的武俠片 還有將武俠和跳舞好像融合在一起 當然 這個在以往的武俠電影 又很少有這些角度 其實都不是的 香港的武俠片 所以這麼成功 也都是跟香港的武道傳統很有關係 因為很簡單的 成龍 他不是學打的 他是學驚喜的 學北派的 所以我最記得 我第一次去看《石型雕手》的時候 跟一個懂得打功夫的朋友去看的 他看完之後 哇成龍這樣打 我兩秒鐘就殺了他 當然我已經懂電影 他可能真實不懂打 但他打得好看 是啊 這個電影就是提升了現實 是 Art is a lie that tells the truth 我第一課已經講過了 那件事 如果拍得好看 他會表達到一些東西出來 譬如說成龍的打法 伸手好像李連傑很出名的那個姿勢 打起來沒什麼用的 但好看 是啊 不單止好看 他是表達到某些的經歷 表達到一種身體的能量 是 所以跟跳舞其實是很接近的 是很有關係 另一面就是音樂性 其實武俠電影都有節奏的 無論那個剪接的節奏 打的節奏 和彼此配合的節奏 是的 尤其是70年代 晚期 即是在這個功夫喜劇還沒出來之前 那時打到 即是那些功夫片已經拍得很藍的時候 完全 直接打來打去 其實就好像跳舞一樣 我們已經習慣了那個節奏 看看 是的 適應了那個節奏 其實就是 backbeat 即是rock music 即是樂雨露電影裡面的那個 那個rhythm 即是拍bass guitar 低音 guitar 那個rhythm 那個拍子 我們看任何的武打片 我們可以數拍子 是 他們打起來有拍子 哦 因為分析電影真的很好玩 即是下次看一些功夫片的時候 大家試試數一下拍子 不過今天時間差不多 跟Sam講到這裡先了 謝謝